另外来看看对老涛来说 在秋天的时候是一定要吃螃蟹的 现在各家饭店业者 大家也推出了螃蟹料理 还打出来自太湖的大闸蟹 可以吃到饱 哇 人气强强棍 只要吃两只就可以回本了 平均一个人大概可以吃四五只左右 所以现在饭店业者预计 应该可以带动两成的业绩 剥开蟹壳肥美高黄流出来 口感绵密细致 来自太湖正宗大闸蟹 每只重达四两半重 让老涛看了好心动 我觉得应该可以吃个三到四只 没有问题吧 非常好吃都是我觉得 饭店业者砸重本强弓 秋蟹商机 一般民众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 买回去自己煮的话 大概四只就可以回本 那以饭店价格来讲 大概两只就可以回本 预估就是在业绩的部分 大概会有两成左右的成长 军品饭店和六福皇宫 不约而同推出大闸蟹吃到饱活动 寒舍爱美者打出不同蟹调里吸人气 以及美人随桌送大闸蟹 和广式烤卤猪吃到饱 200度高温烧烤 卤猪表皮成金黄色泽 传出阵阵香气 蒸汽直往外冲 北美花蟹出炉端上桌 没有时间限制 自助餐随你吃 秋天吃蟹最对位 饭店业者无不摩拳擦掌 进攻老涛荷包 三生藏后报道 好